先來回顧一下第一回合的比賽 其實橘子熊隊的Apple能夠看到水波紋 就是看到影刀能夠放立場格柱已經很不簡單了 但是還是被HWU的影刀鑽進去 其實Apple剛剛的想法很明顯 他已經完全了解到對手是影刀 他已經看到那個波動了 所以第一時間放立場 但是他要用三個水晶口讀口讀起來 也是因為說他知道家中沒有任何偵查引擎的單位 但是沒有讀起來 我在想原因可能是 影刀剛好卡到正中間那個水晶的位置 所以導致Apple的最後一顆水晶沒辦法堵起來 那你在沒有偵查隱形的單位下 而且神主的部隊又不像人類的那種主堡可以飄起來 可以脫台起來 所以基本上 Apple最後被迫把弓兵洛拉去對手加裝 我覺得也是可以想像的 沒有辦法裝的辦法 對對對 因為他家都 不要說主堡飛起來 他家都停電了 沒有水晶 被打掉了 好 第二回合的比賽 橘子熊隊推出來的是GO!戰神 夜邦彥選手 對上的是躍躍太陽神的BO! 仁皇 真正宇選手 地圖是風光明亮的 很亮的Ohana 好的 簡單的為大家介紹一下點位了 在10點鐘方向的人類選手 是躍躍太陽神的BO! 對上的呢 則是在4點鐘方向的藍色 神主選手 橘子熊隊的GO! 哇 這邊GO邊打還邊點頭 好像是屬於他的節奏嗎? 其實GO的境況還算不錯啦 之前吞了一個五連敗 他個人最常是六連敗 就是避開了平最常連敗的六連敗 五連敗之後拿到了三連勝 贏了白贏了奶龍 昨天還先贏了DS 就會贏拿一個三連勝 但是在賽末點輸給了Fly 我提到昨天那一戰 San輸給了Fly 然後GO贏了DS YOYO輸給了Nephi GO最後賽末點輸給了Fly 對 其實也是橘子熊在San進來之後 第二次就是San有機會打兩回合 可是卻沒有讓他出賽第二場而輸的比賽 上一次也是San莫典拍GO 結果輸給了就是躍躍的How are you 昨天San莫典San還可以再出來 可是沒有拍San GO出來就輸給了Fly 是第二次 但之前有過一次是0比3 San也只出賽一場 因為那一次是San輸給了Fly 其實剛剛展員講到一個重點 當然我想San最信任的還是San沒有錯 但他第二信任的就一定是GO 因為GO常常被派出來扛賽末點 就像昨天GO被旁出來先扛賽末點 那San一定也是覺得GO有機會扛賽末點 最後一棒才留給San 那至於人皇卵球 之前網路上也有一些觀眾想說 為什麼有豪瓦油就沒有BO 兩個人都沒有同台 我們現在是終於合體了 兩個人在本季例行賽的最後一場終於合體了 因為軟球也休息了兩場 那兩場的豪瓦油都有上 不過在休息那兩場之前 其實人皇歸位了 因為他的成績是不錯的 他是拿到一個三連勝 贏了WINS、DS跟FLY 所以他之前的成績是不錯的 那回到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BO這邊的開局很明顯是 單兵銀開二框 那雙方都是單兵銀開二框 GO這邊也是單兵銀開二框 不過我在想GO的這個探測機 繞著繞著好像還沒有看到這個二框 所以神主待會還是有可能拉狂戰士跟追烈來做二次偵察 那BO這邊則是第一時間就看到了神主的二框 所以軟球看到神主的二框之後呢 你覺得他會怎麼打 就是自己也下 我想軟球這邊還是會把兵銀補到三個 然後先補一些陸戰隊 依照軟球的個性有可能 待會陸戰隊大概15隻、16隻左右 抓一個時間點 看有沒有可能要去換GO的這個早期的神主的哨位 沒錯 其實這等於星海打第二個職業賽季了嘛 像軟球過去就是他的營運非常強 對不對 你讓他營運起來之後 他真的銳不可打 那像豪阿油大家對他應該也是非常的熟悉了 打法就比較奔放一點 比較交易一點 所以每個人有每個人的一些特色啦 對 那這一邊BO剛剛也是下到三個兵銀補大 開始要補陸戰隊 同一時間瓦斯也補到兩個 那GO這邊其實雙方都是正常的這種單兵銀雙開 然後又把兵銀補到三個這種常規開局 所以其實 現在這個版本的星海爭霸 大部分的種族對戰 扣掉一些像神族內戰 種族內戰早期的這種單框的一些戰術之外呢 其實現在還是很容易看到中期 甚至是中後期的比賽 是 哇這邊站一班啦 對真的站一排喔 六個人 六隻陸戰隊 在那邊站一排啊 站校 對 這一邊BO選擇其中一個GOD 是科技生的是掠奪者的震撼彈 同一時間生產掠奪者 所以待會可能會帶少量一到兩隻掠奪者出門 然後 先站一下瞭望台 然後 看有沒有機會來換到神族早期的哨位 那 GO這邊選擇也是下了一個機械製造廠喔 這樣有機會打一個雙礦的早期巨像 或者是 不許有巨像防守開三礦 其實GO這位選手還是 最近他的打法還是比較便宜 他自從來到橘子雄隊之後 他其實打法比較便宜 對 現在果然是要佔瞭望台了 對 這邊佔瞭望台 後面應該會補一到兩隻掠奪 因為掠奪是專門來當緩術用的 對 緩一下水力 對 來了 這邊果然是 抓一個時間點來做一個前壓 看有沒有換到神族一些兵部隊 那看法教練說號叫掠奪者 對 教練至少也要出一隻 真的是剛好一隻喔 看起來就是三母哥領軍的啊 三母哥綠奪者教練喔 綠奪者 軟球你好歹幫我出一隻好不好 不過這邊 軟球壓一下就退了 我想軟球可能是先 可能想退一下等打針 等打針好啊 對 可能剛剛壓一下發現 你也發現神主也沒有太偷 的確GO這邊也沒有太偷 GO補到三個傳送門 所以他也沒有太偷的情況下 人類第一時間判斷 覺得不要硬換 而且BO這邊是退回來 潘科技下到四個瓦斯 同一直接下星際港 人類這邊要補出醫療艇了 那GO這邊果然先是 雙礦的機械研究所 先生少量的具象 所以這邊啊 戰神GO也跟 要跟軟球玩營運啊 這邊打的還是一個 雙礦營運的節奏 但是 要看一下待會兒這個觀察者 昨天剛好有一場 GO的觀察者第一時間飛過去 就被飛彈砲來打爆喔 所以這邊 我看BO有沒有反應到這個波紋 這個波動 這個水波紋 對沒有反應到 如果第一時間反應到 丟一把雷達 這個觀察者就會被打爆 還好今天這個觀察者 活得比較久嗎 沒有沒看到 想說 剛講完他就死的話 就很窮了 對 一排兵在那邊 結果沒有 沒有 搞不好BO 想要選一把雷達 對 好這邊 BO還是再次了 這是第一波基本上 雙方都沒有損失 BO這邊再次出門 抓的是一個打針好的時間點 而且這個時間點 除了打針好之外 他極有可能抓到 神族落單的巨像 他可以激活點掉神族的巨像 落單巨像 而且這個時候 巨像射程可能還來不及好 現在是要搶中間的位置嗎 雙方都會站一下瞭望台 現在GO應該也已經看到BO的大部隊出門了 所以現在GO要趕快刷兵 準備做防守 一定要撐到一隻巨像好 然後 看能不能撐到射線 巨像的這個射程好 基本上撐到巨像射程好的話 在防守這一波就會比較 沒有壓力了 這一次 哇 BO這邊還是帶一個大的軍工廠 飄在這邊也可以吸收一下追列 跟稍微的火力 這一把雷達掃在這邊 對 確定你只有一隻巨像 會不會抓這個timing打針 全部衝上來呢 所以現在他是有趕著升圍巾戰機嗎 待會兒要開始轉圍巾 但是這一邊人類還是要先用打針的時間點 看會不會來做一個潛壓 但是這個時候再不潛壓的話呢 鬥的第二隻巨像 還有射程都會好了 這樣的話 在防守上加上立場的話 防守上壓力就 身作防守上壓力就不會那麼大囉 退了 人類判斷 後來這邊判斷還是退了 可能覺得 覺得他的第二隻巨像也快出來 射程也快好了 所以選擇退 那這樣的話待會兒人類 就要考慮來打一個空頭 或者是防守開三礦 對 目前有看到 軟球在升圍巾戰機 對 有升兩隻 這邊 而且是蓋第二個星際港 大概一次可以出四個圍巾戰機 因為畢竟面對這種巨像組合的話呢 圍巾數量要夠 但是我想夠這邊也知道說 你的圍巾數量夠 那夠就不出巨像了 他就有可能要來出衝鋒狂戰士 就是一家執政官白球這種組合 這邊有沒有考慮要拆石頭開三礦 還是要 我覺得夠衝鋒這場打的都 比較謹慎小心喔 你看夠這邊也沒有 也沒有說出門啦 還是在家中等科技線的完成 好 就現在是軟球的部隊出門了 先回律奪者滿多的 而且醫療艇四台 對 還有醫療艇小護士來沖洗 但是觀察者第一時間就看到 可以打針 對 少量部隊打針 沒有全部部隊打針 因為你全部被打針的話 就太激動了 這樣醫療艇的能量會不夠喔 但是GO這邊的巨像 雖然來到三隻帶射程 而且 一防跟 一攻應該是已經好了 我們看一下 神主目前是 沒有神主 一攻一防 正在提 那人類這邊應該是 我們看一下 BO的人類部隊這邊是 一攻零防 帶盾牌 帶打針 而且一條捷律量還不錯 所以GO這邊還是決定 繼續出巨像 可是他應該是要出聖塔 我是要出瘋狂了啦 他要轉兵了 因為 就是剛剛講的心理啦 就是神主的心理是 好 我的巨像被你看到 我知道你要補圍巾 那你要補圍巾嗎 那我就出執政官 還有這個衝鋒狂戰士 基本上 還是很常見的 GO在最近這幾場比賽 還是很喜歡打這種 防守歸兩況 或是三況的正面部隊喔 那當然 讓神主這種正面部隊歸起來 其實是非常 的確是非常強勢的 所以 三屏 舊妹才會講說 軟球是不是要 要挑個時間點前壓了 對 不然你讓神主 弄到一個兩百人口 你再去打他 因為有的時候 我已經戰機數量補起來 但是發現 其實你還是有一些 執政官跟衝鋒狂 那 有的時候也有點尷尬 所以現在GO這邊 也是準備要 開三況 對 拆石頭防守開三況 不過那邊有一個 後劍吐司 軍工廠大眼睛 在那邊看著 你要開三況 不過現在14分鐘開三況 我想 就算 其實Ball猜也猜得到 對手這樣不出門 真的是開三況 不過其實 這個三況時間點也不算 其實雙方都補了非常多的兵 才開三況 這邊神主的人口數來到 152 人類Ball這邊人口數來到 164 工兵術士 藍色神主有56 紅色人類52 要看Ball 嘗試 會不會嘗試的直接打一個正面 還是從側翼做一個少量的空頭 然後主力部隊中間 中間瞭望台待命呢 這邊待會還是要看立場跟巨像 不過現在巨像數量非常的多喔 我覺得Ball有點危機 喔 要看圍巾了 這邊圍巾雖然也很多 圍巾來到了12台 我們看圍巾能不能先秒掉兩台巨像喔 如果先秒掉兩台巨像 然後生化部隊還在的話 那還有得打 喔 圍巾現在打巨像 秒掉一台巨像 再秒一台嗎 但是這邊放了兩把 三把運動風暴 不過其實還好 沒什麼放到喔 圍巾的血量大部分都還是綠色的 而且現在控的三框可能會被逼退嗎 都開盾啊 哇 巨像又被點掉一台巨像 只剩下一隻 現在執政官要不要被迫避合白球呢 因為圍巾上非常的多 巨像全部都沒了 但是還有大量的衝鋒狂戰士喔 好 圍巾全部降下來了 在沒有巨像的狀況下 這些狂戰士可能都要被操作掉啊 好玩喔 對啊 巨像感覺四隻白白就 對 主要還是剛剛選擇巨像 來回走 來回這樣來回遊走了一下 巨像都被點掉喔 那再加上雖然有大量的衝鋒狂戰士 這些衝鋒狂戰士是可以做操作的 可以來回甩喔 所以沒有這樣大量四隻巨像 掩護下這樣純生化部隊打起來 換成是GO這邊壓力很大了 現在要直接破門而入了 對 雖然感覺前面GO打得 比較謹慎的小心 但是這一波的時間點還是有抓到 還是有抓到執政官 沒有完全成形的一個時間點喔 就這樣一上主況高地 基本上 GO應該是走遠了 走了非常遠喔 對 打出了機制 所以是由軟球BO 仁皇拿下了四連勝 同時耀躍太陽拳聽牌了2比0的領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